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民已突破200万人大关 人数几乎为一年前的10倍 现年64岁的长勇舰将戴安娜·纳雅德 从古巴哈瓦那出发 游到对岸美国佛罗里达州 横渡177公里长的海峡 耗时53小时 跟海浪搏斗外 更要小心海里可能会出现的鲨鱼 但他靠着坚定毅力 成为没有靠鲨鱼龙完成此项壮举的第一人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 日前发生泄漏辐射水事件 露出的辐射水高达300吨 今日首相安倍晋三 召开政府高层会议指示 日本政府将投入470亿日元 处理辐射水问题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下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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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 необход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